第三百三十五集 容落哈哈一笑 很是高兴 哈哈哈哈 没问题 今晚呢 我们就吃烤圈羊卷 以后你想吃多少 我就给你烤多少 二人一路走在最前面 非常吸引人的目光 过往的女性 回头率几乎百分之百 后面的容婷 也看得两眼发直 绕到容急身边 捅了捅他 悄悄问道 老爹 昨天我就发现了 哥哥对碧落阁下 也太好了点吧 你确定 他们真的是正常的朋友关系 本来还在笑着的容急脸色 顿时凄苦了起来 希望是正常的吧 容婷一瞪眼睛 希望 被女儿的话提到了伤心事 容急又是摇头又是叹气 奥峰对赤恋有诸多大恩 容急当然不能正面和奥峰说什么 可看到容落和奥峰之间如此亲泥暧昧 还是忍不住郁闷了一次又一次 少主和毕落阁下之间的兄弟关系真好 苍剑看了看自家老大忧怨的脸色 赶忙出于安慰道 刘远之忙不迭地点头 哎呀对啊对啊 老大 廷二小姐 你们可别想歪了 他们只是兄弟而已 旺旺这两个言不由衷的家伙 杨安峰也笑了 好了 你们也别说什么伦理不伦理的了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少主这么开心呢 以前的少主感觉太沉稳 太优秀了 作为下一任的赤练领袖 他很少有放纵自己的时候 在下属面前 得始终保持着责任感和威严 可在毕落阁下面前 却完全不压抑 嗯这倒是 哥哥和毕落阁下在一块 看上去感觉很舒服呢 傲峰和荣落 一个高大英俊 一个冷酷帅气 走在一起非常养眼 就像是一幅画 荣吉看了看前方 无奈地笑了 我的儿子 我当然了解得很 我从不逼迫落儿什么 可他自己 却很有责任感 这么多年的压力下 他估计 也有些难以喘息的感觉吧 这种时候遇到傲峰 他有了心灵上的寄托 唉 或许是天意吧 唉 他喜欢怎样就怎样吧 这小子 我管不了他 荣吉叹了口气道 小声嘀咕着 碧落阁下 为什么不真是女孩啊 要是个女的 老子哪用这么烦恼 铁钉举双手加双脚 拿着大棒子 赶着落儿追到底啊 说起傲峰 女装打扮的碧落形象 荣吉几人都十分遗憾 那种级别的大美女 卡亚第一美人苏雅皇后 都未必比得上 他们在这里悠闲逛街 拥兵工会这时候 却是阴沉地 像要刮起暴风雨 拥兵工会 坐落在城南 欧式风格的门面 甚是漂亮 宽敞的大殿 对外开放 在这个小镇上 算是最为庞大的建筑 工会的厅堂里 聚集了所有的 太上长老 主事长老 集合了全部 不可以调动的武力 此时 人人脸上铁青 满目火光 听完了 叶东等人的描述 他们气得 连鼻子都要冒烟 嚷着吵着 就要去找 赤练佣兵团算账 工会的现任会长 七剑幻宗叶苏 一脸深沉地 看了看旁边 几个鼻青脸肿 还没有完全康复的幻宗 有些复杂地 皱起眉头 叶东长老 你确定 那个黑袍少年 是九剑幻宗 说起黑袍少年 叶苏就有点心惊肉跳 这一年来 黑袍少年这个形象 似乎随时 都在大路上跳动 他创下了 一个又一个的记录 连光芒幻殿 那种大势力 都在黑袍少年面前 垂下了高傲的头颅 他觉得 如果这碧落 是那如今 威名远播的 落星城主秦奥峰 乐子可就大了 听他们的形象描述 实在有些相似 不过他觉得 九剑幻宗这个等级 倒又像是一枚定心丸 让人们否定了 他的身份 再者他觉得 落星城 刚刚经历了 一场大战 落星城主 也应该不会 没事找事 跑到这里来 叶东尚未说话 旁边的几名幻宗 就叫了起来 会长 他刚才施展实力的时候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不可能看错的 而且 如果不是九剑幻宗 怎么可能轻易破掉 叶东长老 和我们联手二成的防御 他连幻兽都没有用 还说出那种羞辱的话 简直就是对我们 佣兵工会的挑衅 我们 我们可不能轻易放过他 是啊 会长 你的亲儿子 我们佣兵工会的少主 满嘴牙齿 都被人打得掉光了 这 怎么能忍其推生啊 那毕露 完全是来找茬的 他帮着吃链佣兵团 我们要是不打回去 日后吃链只会越发嚣张 我们佣兵工会 还有什么颜面可言呢 丢了这么大一个脸 叶东等人 一个个咬牙切齿 恨不得 把傲锋碎尸万段 当然夸大其词的 拼命诋毁他 叶苏皱了皱眉头 烦躁地说道 行了 我知道此事事关重的 不过九剑换宗 我们谁也没能力对抗 还是等夜运阁下来了再说 方儿已经去请人了 众人安静下来 他们都知道 除了夜运大长老 他们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 不多时 顶楼上就走出一名 身着普质青袍的人 这人竟是个样貌 极为俊美的少年 一头乌黑长发 随意飘散 垂至足怀 那一双蕴寒深邃精芒的眼睛 让人不敢直视 以让人明白 他绝不是外表所见的 那么简单 青袍少年走下来 皱眉怒道 怎么这个时候跑来找我 不知道我在接待贵客吗 叶苏等人一至 楼上却又传下来一道爽朗的笑声 老叶啊 你都一把年纪的人了 不要这么暴躁嘛 这些小家伙 这个时候跑来找你 肯定有大事发生 你还是听他们说说吧 严霸 另一名身着金色长袍的男子 突兀地出现在青袍少年旁边 含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名男子容貌平庸 身上却有一股极为飘渺的气息 金色香银边的长袍非常华丽 右胸上还有个古怪的星纹 长袍下方系着一条金色腰带 挂在一旁的穗子 就像是着了火似的 吞吐着一层金光 断金阁下 叶苏等人煞时瞪大了眼睛 咽下去一口口水 即便他已是七剑幻宗 面对这位断金阁下 心中还是充满了激动 这位断金阁下 曾是与卡亚帝国的兰修阁下 并称的人物 拥有九剑巅峰幻宗的实力 不止如此 他同时也是炼器宗师 深居炼器师工会的高层 由于他实力强大 地位甚至超越了炼器师工会的会长 在大陆上的声望非常之高 怪不得 叶运声称要接待贵客呢 断金 穿着炼器师专用的长袍 特征明显 他们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旁边的青袍少年 当然就是拥兵工会的大长老 叶家最强的高手 叶运了 叶运 素来喜欢炼器 正在和断金研究的高兴 突然被打断 心情臭得很 什么事情 快说 要是没事找事 别怪我打断你这小兔崽子的腿 叶运 眼睛瞪了瞪 有些暴力地说道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